这是王桥村的后车铁 原来停了一辆公交车 六号线 到县城里面 已经通上公交车了 这是他们村子里面 房子基本上都是两至三层的 门前有个院子 躲门躲洞 有个小院 这里是湖北省孝岗市下面的一个县城 云蒙县 它这历守于孝岗市管辖 这里是云蒙县 吴铺镇 王桥城 这是一条乡道 从云蒙县到孝南区的 那个斗港镇的一条巷道 现在过年期间 乡里面都有人 这边是 学校 是以前的学校 现在可能已经撤掉了 因为以前每个城市 基本上都有学校 九十年代 到了两千年以后 很多学校都撤掉了 现在改成了一个卫生室 吴铺镇 广桥城 零河卫生室 现在去这个学校里面看一下 在这里已经荒废了 你看这房子都拆掉了 这边是王桥城的幸福院 所以是一些苦瓜老人 一些无保护 所以改成了一些 那种福利性质的吧 这个房子在这个前面 一抖洞 这个村子没有多少人 都是一些老年人 这事也比较齐全 这就是湖北江汉平原 东北部的农村 哇 这个房子造的有一个个性 也是一种古典式的 门进一个大院 湖北的农村 进来还是比较好的 算中等水平吧 也不是特别好的 湖北的农村在国内 算中等水平 也不是特别的好 也不是特别的长 湖北的乡村进水的比较早 大部分房子都是90年 他进到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成就 好 好了 这期视频就把亚新年大决定 我们下期就 来说 这个房子 就已经开始了 这边是超过的 这个房子 就在一边 最后的小房子 但是 我们下期待 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都没关系 很容易 感谢观看